大家好我是歐瑪 大家好我是小優 我們喜歡 Cosplay 因為呢上次我們有一集街坊啦 是講那個 呃什麼 想要鋼自己的男友嗎 對想要鋼自己的男友嗎 然後那次是大部分 大部分人都說想要 對 沒有應該是說上次那集街坊 大家反應蠻熱烈的 然後我們自己也覺得街坊很好玩 所以我們決定說 趁著今天有PF的時候 再來加碼問一些好玩的問題 大家知道之前我們有上 Ella的頻道嘛 講一些關於性別的東西 那我們就要好奇一件事情說 如果去問一般的人的話 你會想跟像男生的女生交往 還是像女生的男生交往呢 這是人生抉擇二選一 我就是飾演那個像 嗯 這真的很繞口令給人家 像女生的男生 我是飾演像女 然後我是像男生的女生 對 然後我們就不能講話嘛 所以我們就找來一位主持人 歡迎主持人 歡迎主持人 是爺爺 哈囉哈囉 今天呢就是請爺爺做主持 然後為什麼找爺爺呢 因為我們覺得主持人一定要很正 所以如果我們決定祭出爺爺 可能爺爺就說請問我可以 然後那個人就會過來說 我願意被訪這樣 這是我們的戰略 你們覺得 大家會怎麼選 我個人覺得 他的性向還是最主要的 等一下如果遇到那種選 可以跟你交往 我就說可是我會插你屁眼 媽耶 OK好啦 那我們就 來去驗證一下這件事情 我們出發了 那我們現在找到三位朋友 先來訪問他們一下 我叫小櫻 我叫卡咪 我叫語嫣 好那我們現在要問這三位朋友 這個殘酷的問題怎麼選 那只能選一個 長得很帥的女生 也是很帥的女生 都沒有人選 那就 那就帶走了 那你本身是喜歡男生還是女生 呃 我都可以 都可以嗎 對 所以你基本上就算是泛性戀 或是雙性戀 對 那你呢 因為就純粹喜歡帥的 你喜歡帥的帥 所以它是 生理是女生或男生都可以嗎 對 那你也是嗎 我會選 很帥的女生 我也會選帥的女生 欸 為什麼 因為 再怎麼說我還是個男人 帥的女生很棒啊 我讓你有一個反饋的機會 看見我們犯粒圖 犯粒圖是這樣 就是長得很正的男生 那這邊有一個很帥的女生 但是我會 屁股太多耶 啊反饋啊反饋 你反饋了 那你很想選他嗎 對 真的假的 真的嗎 那你身上的衣服 嗯 你知道人生總是遇到一些抉擇二選一 就是我是可以給你怎麼樣的男生 跟他會對你怎麼樣的女生 對我會對你怎麼樣的 他現在很後悔參加街坊 哈哈哈哈哈哈哈 對我還是會選女生 你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這個 嗯 再怎麼說我還是個男人 我們現在來問一下 你今天扮演什麼角色 我出王者榮耀的西施 那我今天要來問你一個很殘酷的問題 現在有兩個對象 我會選這個 蛤你選這個 對啊我剛剛就說我很喜歡他 所以我可以說你其實 你是喜歡可愛的東西嗎 對 那如果再換個問題 我是可愛的女生 跟帥氣的女生 你會選擇哪一個 我還是喜歡可愛的 可愛的 所以基本上它是以可愛為原則 跟性別沒有關係 對 嗯 我會選很帥的女生 你本來就喜歡男生 還是本來就喜歡女生 我本來是比較偏男生 但是就是很帥的話 我覺得女生也可以 哦 顏值 勝於一切 那我們問這位 我喜歡像Elma這一種的 因為Elma好可愛哦 所以你們其實是考慮一個感 感受整個氛圍上的問題 對 好那我們現在請到兩位 帥哥 那我們先問你 那是選女生啊 選很帥的女生嗎 對啊 你要選哪一個 應該也是男生吧 我覺得也是女生吧 但我會勾你們哦 你要換嗎 你要換嗎 呃 那我應該會選 把他給甩了吧 應該也不開心 這個姓氏沒有談好 就不太OK這樣子 也是男生吧 我要選這邊這個 因為是女生嗎 嗯 對 因為帥 那如果這個女生會勾你們 你應該選這個 我還是選這個 哦 真哎 就你就喜歡帥的 對對對 現在有一個殘酷的問題 要來問你 現場有兩位候選人 第一位呢 是長得很可愛 或是打扮很可愛的男生 哦好可愛 第二位條件呢 是長得很帥 然後打扮也很帥氣的女生 范麗如這樣 欸 看不出來 如果是這兩位同時追求你 那只能選一位的狀況下 你會選誰呢 沒有你嗎 欸恭喜 問了就沒有哦 看來我還是要選可愛的 好像會比較好一點點 你是 考慮到性別 還是考慮到長相 長相 長相優先 性別其次 沒錯 我們找到了一位 超級高的大哥 做我們的受訪者 那我現在有一個 問題要問你 如果交往的話 你會先考慮長相 還是先考慮性別 啊會考慮長相啊 那你喜歡可愛的還是帥的 正的 正到正嗎 嗯 你那一頭很過分 因為你是大哥 我就不敢打你 正正正正正非常正 好你優先考慮的是長相 那如果說是長得很正的男生 你可以嗎 那要看誰攻誰瘦 呃好 你攻好了你攻 我攻是不是 對 好可以啊可以可以 真的假的 所以性別其實沒有非常重要 是長相最優先 現在已經那麼開放多遠了是不是 所以如果是很正的男生 且可以當瘦 你就完全OK 我覺得OK啊我覺得OK啊 但是大哥我欣賞 我欣賞你 我們現在在一個超級酷超級夢幻的場景 那這場景呢是來自於這位 嗨 大家好 我是Mr.2 Yeah 我現在有在經營一個那個YouTube的頻道呢 我們頻道呢就是希望可以跟你一起實現 Cosplay的無限可能 那聽說這個場景是你親手搭建完成的 對這個東西呢 從我們蓋到設計可能花不到10天的時間 然後因為我們接到這個活動的控制 應該是大概一個多禮拜前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在這個禮拜前 然後把這個長期全部做起來了 這樣子 那我們等一下也要問你長褲的問題 來感謝你做這個篷 這問題是這樣子的 那你先選一個今天幫你一起蓋篷的人 那我覺得今天的風格比較適合阿尼啊 所以我們就先選阿尼啊 那謝謝你 謝謝你 大家記得要去兔子的頻道 Coslab追蹤一下 也有放在我們頻道的小夥伴頻道裡面 好我們現在又找到一位攝訪者 是一位帥哥怎麼稱呼 我叫阿飄 那我們現在廢話不多說 要進入這個殘酷環節 這兩位都在追求你 那你會想選誰交往 我還是會看個性 那我引導你選好了 你在摺偶條件上面 是優先考慮性別 還是長相沒有個性 個性都超級好 都是先人 性別吧 那你喜歡性別是男生還是女生 女性 喔 會先考慮女生 再考慮 風格這件事情 對 那可能就不是我喜歡的女性啊 那你要不要選她個性很好 不會提你做不想要的事情 好喔 那應該就請她吧 對 你怎麼莫名其妙被說服了 因為她想保護她的菊花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她就是不會攻擊我的大菊花 我們現在在路上抓到兩個超級帥哥 那雖然我現在很幸福 當然是要問你們很奇怪的問題 這兩位同時追你 你只能選擇一個人答應 那你會選誰 我會選 帥哥 我要跟風 我要選帥哥 我覺得她看起來比較 就感覺比較 就是 黏的那一種 欸那我方便問一下 如果說在摺偶條件上 你們的優先順序是 會先考慮外型 還是先考慮性別 可能還是外型 那你喜歡帥的 帥的 真的假的 那你喜歡看跟風 他跟風 你跟誰 我沒以為他最喜歡帥的 我比較喜歡長的帥的啦 對對對 如果長得超級帥的 帥的 是完美男生 你講的 還是長得帥的女生是你的天才 其實都可以 因為我們不看 不太看性別 就是都可以 我們現在有一個 特別的受訪者 他叫塔塔 那我們來問問看他怎麼選好了 請問一下 如果說今天有一個 超級可愛 超級帥的公貓 跟超級帥的母貓 那請問塔塔會怎麼選呢 我算他選母貓啦 耶 我們找到一位仙女 現在訪問一下仙女 請問怎麼稱呼 我是子官 雖然你今天很美 但我們還是要問你奇怪的問題 現在有兩個候選人 第一位呢 他是外型跟打扮都很可愛 然後很俏皮的男生 第二位候選人呢 他是一個 外型跟打扮都很帥氣的女生 范立如 這位 好 走了 再見了 好 那我方便問一下 就是你 摺偶的條件 是 長相優先 還是性別優先 個性優先 好 那如果個性超好 顏值跟性別 你會優先選哪一個 顏值吧 哈哈 那你喜歡帥的還是美的 你喜歡帥的 帥的吧 帥的 哦 天菜耶 真的是天菜 我配對成功 而且你遇到天菜 這個就沒辦法了 他今天是點台率好低哦 你有兩位追求者 那一位追求者 條件是 長得很可愛 打扮也很可愛的男生 那另外一位呢 長相帥氣 打扮也很帥氣的女生 那你可以選一個 嗯 慢一點選 這樣他壓力很大 哈哈哈哈 那只能選一個人 你會選誰 沒有 哈哈哈哈 好 那如果我們改變一下題目 如果說是很可愛的男生 然後他嗯很大 就不是你對不對 那就可以 哈哈哈哈 很帥很小 我可能就不會了 外型 那你喜歡帥的 帥的 天菜嗎 天菜啊 肯定的 抱歉抱歉 沒有問題 第一次說到街坊想登出了 字馬嗚 字馬好久沒有上頻道了 還沒看起來好酷 重點是我們終於會來了 這邊你看有1234 為什麼四位呢 因為這是剛剛拿相機 轟了一整個下午的小蘭 想問一下你們對於 今天的題目感想是什麼 我覺得我們感想其實蠻一致的耶 我一致吧 就我覺得今天選擇也蠻多 但你覺得很少 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應該要大概 10個裡面要有9個選我啊 你講得太美 你講得太美 就是如果針對今天這個問題 你們自己怎麼選 我會選 差啊 有沒有我幹嘛跟他在一起 我是喜歡可愛的啊 我喜歡可愛類型的 我性別無所謂 我會喜歡帥的女生 還是我們才在一起耶 你呢 你跟小蘭呢 可愛的男生跟帥女生 我應該選帥的女生 就是今天不是會有引導他們問他說 欸是外型跟個性 然後還有 性別 這三個的順序嗎 像我就是 個性 然後長相才是性別 好像大部分的人 不管男生還是女生 都會先看個性 我的排序是 個性 然後性別再外貌 我的排序是 外貌 然後個性 然後才是性別 我願意的 就是個性 然後外表 再來性別 我是個性 然後外表等於 性別 差不多 這我也沒教過帥的啊 大部分的女生 根本不會去思考說 對像是男生 還是女生這個問題 他們不是很care 我發現 男生會稍微 就是會 介意生理這件事情 而且他們 這一點 因為他們還要很 保... 保衛他的菊花 哈哈哈 可是男一定是 就是非常介意性 你問他說 如果交往外表的話 蠻多人其實我 蠻意外的 他們覺得外表 只要是可愛的男生 可能也可以 而且蠻多男生 就覺得帥氣的女生 對 帥氣的女生 所以只要是女 他們基本上不太挑 對對對 以我原本預期的比例來講啊 女生我比較不意外 因為我覺得女生好像 所以我那時候就以為說 男生是反過來 可能不管性別為何 應該是喜歡 可愛的外表 結果發現不是這樣 他如果是在問他進階題 就是那個菊花問題的話 他們就會選你 所以選你還蠻多的啊 那是因為有進階題啊 訪問的結果還是比我預期的 還要 就針對男性族群 還是比較開放一些 就表示說現在其實 也蠻多男生對於這一塊 或是叩圈的也是比較好 也有可能是叩圈男生 對於性別是比較開放的 這個可能要另外再去做路人調查 好 今天謝謝小蘭 謝謝爺爺 我們下一個小時 再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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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